Home.show不就好了 也就是說 當你開啟這個 工作簿的時候 它就開啟 所以這個時候寫完之後 把它關起來 那記得把它safe一下 那safe的時候特別注意 如果你剛剛是一個全新的檔案 這邊記得不要按4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預設的格式 它是x,l,s,x 這邊是x 那如果你直接儲存4的話 會怎麼樣呢 就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你剛剛的程式全部都不見了 真的就不見了 那你說有沒有辦法救 沒有辦法救 無可挽回的錯誤 為什麼 因為 它 預設的這個檔案格式 就是不能存聚集 不能存VBA的東西 OK 所以一定要切記選這個 因為之前有太多同學犯了這樣的錯誤 所以順便講一下 請你選擇for 要不然你就是按存檔之前 用另存心檔for 那它選什麼呢 特別特別注意 一定要選擇 這個存檔類型選擇 啟用聚集的火業部這個選項 那它的副檔名的話 就會變成 x,l,s,m OK 特別注意 m 不是x喔 然後按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把它關閉起來 關閉起來之後 那我們如果再把它開起來 我們做一個test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 存檔的檔案 原來是這個檔 存了之後的話 會變成上面這個 差別 就是怎麼樣呢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驚嘆號 我把它變成大圖式好了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呢 這個是 啟用聚集的火業部 所以呢 如果你將來看到 這個 這個裡面絕對是沒有VBA的 這個才會有VBA OK 那實際上它等於是怎麼樣 把那個excel 資料 跟畫面 還有就是程式都放在這裡 那你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打開來之後的話 如果你可以看到 表單啟動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成功的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沒有出現的話 你還要做什麼事呢 這邊上面不是有個啟用內容對不對 因為它有時候會警告你一下 那如果你希望下一次不要提醒你 有這個訊息的話 當然你可以做設定 這邊啟用內容一下 有沒有馬上就跳起來 那當然如果將來你不希望說 它每次都會提醒你的話 你可以在開發人員裡面的安全 聚集安全性裡面怎麼樣 把它怎麼樣 啟用就好了 OK 那只要以後 是那個什麼 有程式在裡面的話 它就會自動執行 不會再提醒你了 不過 它因為這擔心什麼 裡面有聚集病毒之類的東西 當然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果你確定這個 你開的都是你覺得OK的這個程式的話 那你就 就是啟用這個 那否則的話 一般是預設是這個 會通知你 OK 那這樣的話就啟動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剛剛主要幾個重點 就是 第一個特別注意喔 在啟用這個地方先加一個這個 然後再加一個按鈕 第二個是 This Workbook裡面 一樣齁 這個 Workbook裡面 Open 畫面先還給各位齁 是 是 是 有